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郭文汪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 拼经济 《反网报》 好,今次 唉,真是 想不到现在 我们是南半球,北半球 就是冬天,虽然又不是很冷 分手贵 计算这个大S 即是 徐熙活 和汪小飞分开之外 想不到这个巨星 听下首歌吧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用这一辈子去爱你 我记得他们结婚也有播出这首歌 当然就是 李凤 王力宏 王力宏 刚刚宣布了什么呢 就是 就是要跟他的妻子 李靖尼 这是普通话的读音 我们的广东话应该读李靖雷 为什么呢? 我查过月音字典 张靓荣 张亮荣 参加过抄子女生的内地歌手 就是他将 亮荣 他普通话是亮荣 是读亮荣 对于广东话就是靓荣 没错 因为这个李靖雷 广东话音亦有个正字 虽然我们经常用读亮荣 所以我们也是对用这个 李靖雷比较好 因为我听到这个 TBB 即是大台 也是李靖雷 读李靖雷 我们刚才在咪后也读读李靖雷 好像有点怪 所以 比较对的就是李靖雷 对于他的普通话 因为张亮荣 就是读张亮荣 如果有错的话请大家网友知证 我们就谈谈李小姐 李小姐 和王力宏 伊凶 八年婚 这个婚姻 就要画上一个句号 其实王力宏 比人家乖乖 学历又高 又英俊又高学历 家庭环境亦相当相当地好 这个消息 一传出来 老实说 我最初是觉得有机会的 因为 汪小飞也是和 大S 离婚 他们当时没有时间来 一样离婚 但是 突然之间 我和大马瑞都觉得 但是他的经理人又说了什么呢 他的经理人 只是两个小时之前 他们的团队 否认王力宏 已经离婚了 但是这句话很玄妙 已经离婚 已经 另外 问他经理人时 他说 据我了解 王力宏是没有离婚 而且他的团队亦都说 是没有已经离婚 事实上 他严格一点来说 也不能叫 已经离婚 是 法律程序还在进行 没错 他是未完全 现在据他所说 据他所说 是 或者 他们是分居 分居来说 学术上来说 是真的不是已经离婚 对吗 是 说回 其实王力宏 传出分辨 想不到 真的想不到 当时的金童玉女 大家都觉得 没理由吧 王力宏 究竟说了什么 他的微博 就说 静雷和我的私生活 很简单 很单纯 就是正雷同我 就是他的 我也不能说前妻 因为他真的没有已经离婚 分居中的太太 没错 因为根据他现在透露的资料 静雷同我的私生活 很简单 很单纯 所以不会再回应任何媒体 在这些年的婚姻当中 我做 他说是我 即是王力宏 说他自己 我做的不足的地方太多了 也感到很遗憾 现在 我们对未来生活方式 有不一样的想法和规划 所以决定分开生活 其实分开生活 大家的理解就是分居 是 还有他下一句就说 虽然已提出申请应该是离婚申请 应该是未正正式签纸的 但我们永远会是一家人 恨求外界给予 隐私与空间 因为普通话 一般来说是言 事不是事业 隐私与空间 不要打扰家人 借借大家关心 这就证明了 王力宏正在申请离婚 所以他的团队说 没有已经离婚 就说得没错 大马上是吗 如果他是取巧地回答 但是他的经纪人就说 据我所知他们没有离婚 Anyway 怎样都好 事实上 一个事实就是 他们真的分开了 这个就是现实 这个就是现实 听上去 就好像很简单 就是 大家的 生活方式 或是想法不一样 听上去就是这样 但是 但是 当然他就说 不一样的想法和 生活规划 但是 很多媒体也总结了几点 这些 我们说一说 因为这些 是提了很多年 不是 不是这一两天的事情 之前我也听过了 之前我也听过了 其实 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条 台媒 以这个T台 和 老三都这么说的 就是 王力宏 跟李正女办理离婚手组主要原因是婆式关系不佳 哦 OK 不过 对于这些言论 之前 之前王力宏工作室是澄清过的 但是 态度是不明确的 态度是不明确的 还有台媒称说 因为之前李胸王力宏 当然 未结婚之前的 银子和全部的 演艺事业收入 都是王妈妈 掌握了 但是 李小姐和她结婚之后 就 抢了财政大权 所以李小姐就有点不恶 这也是正常的 我觉得是正常的 已经结婚了 对 也是自己投家 对吗 还有 亦有台媒说 她的家人本来 不太喜欢女方 所以 拍拖的时候就说 你们将来一起都会没有好结果 但是后来 李小姐就 帮王力宏生了两个 而之后 又是有第三胎 所以离婚的事情 就是 割置了 就是没有这回事 但是 台媒这个说法 好像不太站得住脚 因为李小姐本身也很优势 加上 这个公开的 信息就看到 王力宏的父母 也说过 与李小姐两家是世交 父母一早就认识 没理由 推自己的儿子去死吧 对吗 嗯 所以 这些我觉得 不一定 大马sir也说了 老婆掌握财政大权也很正常 不过 台媒就说 婆媳双方有可能 之前不知道 相处是这么难的 在相处当中 有机会累积了矛盾 这个也有机会 但是 嗯 你这么说 我就觉得这件事 反而不是很多 但是她婆 这个叫做 王力宏的妈妈 是不是应该叫嫁婆 中文 王妈妈 是王妈妈 一开始 就说不喜欢李正雷 这个说法 很明显是不靠谱的 我觉得不靠谱的 我和大马sir也认为不靠谱的 嗯 第二个说法 就说 女方过多敢插手李胸 王力宏的事业 早期的时候 王力宏的事业 有关她妈妈的 又是由王妈妈来打理的 结婚之后 就变成李小姐打理了 自从李小姐插手王力宏的演艺事业之后 王力宏事业很明显走下 亦没有了皇上的光辉 我又不觉得 其实我不觉得 不会 好像更好一点 以前就是唱歌后来 有演戏 有电影 所以这些台媒乱差感 因为她回台湾少了 OK 她就觉得人家差了 其实不是 王力宏仍然是很坚挺的 那些收入各方面 很厉害的 外言也很多 因为形象非常之好 是的 她形象又英俊读书又厉害 所以 这件事我又觉得 说不过去 真心地说 王力宏 年收入有多少呢 年收入是超过 4亿新台币 嗯 即是都成亿人民币 你说很差 不是呀 真心地说 怎样差 只不过她现在 多数在大陆寻食 你便觉得她差 你这些台媒乱 什么老三 差极都有成亿 对 差极都比台湾这么简单 对 对吗 对 事实上是这样 她有很多综艺节目 还有 她是很省钱的 她在这个2炒大会 第三季的时候 即是内地一个 叫做 综艺节目 她当场剝了一对鞋 她后面 一对鞋磨得凉了 那对墨 所以 你说她 差 我又不觉得 差极也有个抱 差极也有成亿 是呀 是呀 都是过她差一亿 都比台湾好多好多的艺人 赚得多钱 是吗 起码你老三电视台 你的绿媒给到这个价 当然是给不了 给不了 另外 那些人就说 哎呀 她呀 王力宏妈妈就是觉得 这个李小姐这样插手的事业 搞到她 事业插水 所以 所以 家庭职怨日深 所以就叫李凤 和她离婚 我们看看 回顾 这八年他们的婚姻生活 其实两个人 是有全国分辨的匪文 早在2017年 有媒体说王力宏是想离婚 但由于 李小姐 是有第三胎 所以就没有离婚 但是从那时 两个人就很少同框 王力宏 是华语乐坛领军的人物之一 没错 二十多年 创作有什么歌 但是说不完 很多 真的很多 还有 刚才我说的 Forever Love 也有 很多 这个 惠依那些 你想想 老实说她在华语乐坛 她也可以用 是一支旗帜 是 和张宁荣的 有一首 另一个天堂 没错 所以她在歌坛有一定地位 你说她事业插水 我真的不觉得 只不过她这几年 她自己说过 是将重心 移多在小孩 所以你觉得她插水不是 她仍然赚了很多钱 另外 也有人说 因为李小姐 虽然比王力宏 小十岁 但是 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碩士 而且家庭的背景 一点都不比王力宏差 是的 她也说过是的 实力派歌手 和 财女之间的爱情故事 其实 我们也算是实力派 她是偶像派吧 偶像 我觉得她实力也有 因为她的样子 长得很好 所以你觉得她是偶像派 其实她也作很多歌给别人 也作很多歌 是的 另外 王力宏和李小姐之间的关系 之所以被人 猜测 是因为他们社交平台 已经两年没有公开互动 对王力宏稍微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她是一个十分 喜欢 一般 曬恩爱的人 就是普通话 撒狗粮 当初更加在事业的巅峰 高调化自己的分信 对于娱乐圈的明星来说 公开互动是证明夫妻关系 和睦的最直接方式 我又不觉得 这句话我完全不同意 有时候公开互动可能是假的 我反而觉得真是过少夫妻生活不需要公开互动 对吧 看你个人的喜好 对 以及公开互动有时候会出事 小S就知道了 对吧 另外王力宏 其实 之前也有 跟老婆经常公开互动 但现在为什么总是 沉默不语 不公开互动的他们 自然成为了媒体 想看到 他们究竟什么事 其实 对于这些 非言非语 留言 王力宏夫妇很少正面回应 不过怎样猜猜也好 他们 之前亦都是 这么说 都是过自己的日子 无论 他们是否真的不和 现在现实就是 分开了 那么 希望 我们看一看他的 作品多些 其实 说回 这位 王力宏的 妻子李小姐 李静雷 其实 当时他和王力宏结婚的时候 超高的学历 和 美貌 一起轰动了 真是震惊了很多人 当然 他读的大学当然相当量例 哥伦比亚大学 全世界经常排前十 背景相当强大 那么 他在2004年 在美国 他设计在哥伦比亚大学 他在2004年 已经在另一间 世界经常排前十的学校 甚至是前五 普林斯顿大学 好厉害 就攻读 金融工程 及 运筹学 四年之后 获得工程理学学士学位 之后当然 就去哥伦比亚大学 商学院 攻读博士 对不起 刚才我说石子是博士 毕业之后 就在 金融的 大企 就是 细摩 细摩是什么 摩根大通 我很记得的 因为他叫做摩根大通 大句话 反而叫做细摩 细摩到上班 其实 李正雷在摩根大通任职分析师 负责战略开发 还有 运营风险等等的领域 挺厉害的 短短两年 还是 做这个 咨询服务部的 助理副总裁 很高职位 厉害 厉害 他的工作经验不单止这样 他还曾经在外马士华 这些世界上顶级的奢侈品牌 以及 雅斯兰代等等的国际大品牌工作 所以 王力宏家仁觉得他是配得起的 他是配得起的 事实上 王力宏一家人的学历 都相当惊人 其实王力宏出道的时候 毕业在哪里呢 就是美国文理学院中排第一的 Williams College 就是用 美国音就叫Williams College 威廷斯学院的高学历 被誉为是优质有长 他的父母 分别是台湾比较出名的 台大和正大 正大就是马英九的母校 小英也好像读过我的 没记错的话 外婆 就是清华大学 经济系毕业 并且有 会计学员 这本书 那本书是他的外婆篇的 很厉害 厉害 哥 和大嫂 最高学历 他哥是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 他弟弟夫妇 也是很厉害 他弟弟 就是麻省理工 这都是全世界排前十的 小点 也不可以入他门 是的 其他亲戚 都是名校出身的 李小姐 究竟是如何认识王烈宏的呢 原来 两个人早在美国 是世交 家人一早就认识了十多年 这算是青梅竹马 是的 他的经纪人就说 李小姐十多岁就已经 认识王烈宏 当然 我们看到 也是挺心伤的 王烈宏也是一个 如果在ABC来说 他美国出生的 算是挺正面的 因为很多ABC 好像是冠希哥那样的 邪邪的 是的 不要一刻就说他 一来就说那么厉害 怎能赢你呢 我也属于一个 比较正义的 正义的 我也属于ABC来说正义的 不好意思 刚才我说了 王烈宏的老婆不是博士 而是碩士 那几年被碩士生已经很厉害了 都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我们看到 有点可惜的本来是 王子 和公主的 又是青梅竹马 没错 希望这个 美满的结局 幸福永远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们看到 是深酸的 是深酸的 王烈宏 其实 他的成就 他在1994年参与 第十二届 木船 民谣歌唱大赛 1995年 原来 已经是首则专辑 1995年已经有了 是的 真的觉得他不是很老了 一出道就拿金曲奖了 很厉害的 是的 情敌贝多芳 就是这个首则专辑 厉害 之后 他第一只大卖的碟 原来就是 这个我 我也没买 但是也想买当时 公赚自赚 我有 公赚自赚 是的 之后 唯一就很厉害 唯一 就是 入围第十三届金曲奖 哇 厉害 而且 王烈宏 很早的时候 已经是参加春晚 你知道 如果能回到中国大陆参加春晚 真的是对你一个莫大的肯定 是 一个莫大的肯定 现在王烈宏在台湾也有家 不过 有家 但是他现在都是长居内地的 所以有些人说回大陆赚钱 请问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我看到那些人现在又在闹洋千万 为什么回上海 都说丁子高 丁子高的 加工加破是上海人 我真的不明白那些人 有什么心态 当然了 自己走难 他们自己说 走难走去BNO祖国就可以 别人去上海住就不行 不知所谓 不知所谓 原来 台湾著名歌手 李建福 是王烈宏的表扣 著名历史学家 许卓云 就是他口供 很厉害 真是很优秀 很优秀 真的很优秀 比较平民一点 也很难迷入他门 入到他门 真的 当然了 王烈宏 两女一子 我相信他们 就算怎样也好 这段感情建筑 如他所说 其实 我觉得王烈宏也是个好爸爸 希望三个小孩依然可以绝壮成长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最后都要唱少少啦 送回首歌啦 送回首歌啦 你的眼神充满美丽 带着我的心跳 你的温柔如此靠近 带着我的心跳 你转世光到一开始 能不能给一秒 等着那一天 你也想起 那现在记忆中的美好 希望他们记住大家 彼此有个美好 拜拜 拜拜